大家好,我是GVARUS 今天是2015年8月5號 今天在爆血音霸的Youtube上面已經有刊登了新的英雄角色即將上市 那就是古生 當然他也在開發階段的尾聲了吧 那他算是近戰的輔助角色 感覺蠻威猛 不過今天我們焦點是在於這個亞馬遜諾娃 那今天商城稍早有點混亂 一下又可以買凱蘭達的血精靈造型 一下又可以買惡魔的凱瑞爾造型 那諾娃的造型一下上架一下下架還蠻混亂的 那這就是新版的亞馬遜造型 他終於那個 那艾破壞城二代的亞馬遜造型 那手上原本我以為是拿砲砸 他現在拿起來看 你是形象砲砸的十字弓而已 他並不是像暗黑破壞城的那個 那麽細膩上面還有一個骷髏頭 長得這樣這樣子 那這是他原本的基本造型 再來這個就是 預設的造型 配色 那還有一個這個 有點像是那個 一代 裝備手叫做羅格爾 變手的造型 配色 那造型當然一樣一樣 然後 裝備手多一下 安捏翼的 有多一件變小 那二代也有出現這個 NPC角色 那他這個 新造型就是有主力技能 特效語音 所以 他算是史詩級的 造型 那我們先來玩一下 修理一下 那接觸 好 我們 所以 那我們就 廢話不多說 立即到遊戲中 施殺了 當然如果你沒有 諾蛙這個英雄的話 你依然可以買 組合包 來使用這樣 那組合包價格當然就相對比較貴 就是這邊也看得到 這個組合包在這 諾娃組合包900塊 那當然還有三種造型 還有 單屯的諾娃 配上Yamaka造型 那就看個人的取誰 每個人喜歡的 方式 購買方式自己選擇 OK 那我擔心影片我只能錄15分鐘 所以下一部影片 就直接錄那個對戰的 那個影片 趕快更正式對抗AI就好了 因為我怕對戰打他就可能有二三四分鐘 所以下一部再來分享 不好意思 那這一部就先看到這囉 感謝各位的觀賞 下一部影片會立即錄製 是 可不是 這就找到了